各位好 那今天 韓版天堂還有做一個 天堂M還有做一個改版 那這一節是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每日任務的一個副本 那我是全部都解完了啦 那 在這邊要跟各位大概講一下的是比較重要的是第2個 這一個副本 這第2個副本 他就是有 你若是51級之前他是卡斯特嗎 那52到60是 肥肥嗎 那70以上就阿魯巴嗎 那這一個有什麼特別的 他這一個如果說你 你若開啟這個的話 他有機會 就是會得到 他名字叫什麼 撕裂的藏寶圖 他這個你可以來加工這邊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然後來倒數 第2個 這個是新任務 你可以來這邊加工 那這個是什麼 你就是 你剛那個寶箱你隨機開起來 剛剛說的 這個寶箱如果你隨機開起來的話 你可以 4張 你只要開啟4張加1萬的天幣 你就可以合成一張藏寶圖 那這張藏寶圖是幹嘛的 他是可以 你點兩下 他就是 飛到 他可以買5捲 和防捲 那我 因為他是說每日 角色限定購買一張 那我不知道說 我不知道說他是 5捲或防捲各買一張 這樣每日限定一張 或者是你只能買 5捲 防捲就不能買 或者是防捲買了 5捲就不能買 因為 因為我還沒 我也還沒開到 我是等 想說等 箱子多一點 然後 一次全部把它開起來 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機率比較高 那 那我是覺得說 他說你看 好像官方好像釋出了善意 但是我不這麼認為 你想嘛 他說每日每角色 只能購買一張 那如果說你這個箱子都沒有開到那個藏寶圖 捲軸 碎片 的話 的話 那 你是不是就一直要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就一直要可能 買這個去商城買那個 12萬的一個箱子 你是不是可能 你是不是可能 就要一直去買商城12萬的箱子一樣來沖 但是 因為最近 葉子也算的 送的蠻多了啦 那練功其實也蠻不錯的啦 看 人家怎麼想 我是覺得 也許是有釋出善意 但是我覺得人還是一樣流失蠻多的 好不好 那 他 這個箱子還有一個 就是你有機會 他這次有更新的說 你有機會得到藍色卷軸 就藍布啦 那還有一個模組武器 製作書碎片 然後還有一些皮革鐵布啦 寶石啦 就這些東西啦 那給各位 稍微參考一下 那如果說 我 之後有開啟 或者是各位如果 有先開到然後 飛到那個 那個製作那個長寶土卷軸 那也 也希望各位可以分享一下他到底是一天 一天是五卷房卷各買一張還是你只能買 五卷或房卷 一張這樣子你只能買五或只能買房 這樣子 那 感謝各位 祝各位打寶愉快 那 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他的 其他的沒什麼 那 自己cooler這一關 有說新增有一個 隨機機率他會出現一隻 骷髏隊長 那一隻是不能爆的 他要用打的 因為我也還沒遇到 我今天去打沒有遇到 他說那一隻不能用爆 用爆的要用打的那那一隻打倒會有很多經驗和 和錢這樣子 那他大概他的那個爆的數量有下修和這個雪怪都下修100 這樣子那第1關和第2關的話 第1關和第2關的第2關的話以前是不能順移的現在都改可以順移了 那大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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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以上以上解說到此完畢 感謝各位 下次再見 待會兒 下次再見 大家再見